故事开始之前提示一下 本期节目当中会涉及到不少性的描述 不太适合孩子听 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 我建议你戴上耳机 或者换个时间再听 另外还有一个通知 6月14号也就是下周一是端午节假期 所以故事FM会暂停更新一起 周三恢复更新 祝你端午快乐 周三再见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艾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有你的声音 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 咱们不见不散 过了一定年龄以后 当一个男生被称为处男 气氛就有点微妙了 而且年龄越大似乎就越微妙 曾经有40位美国的大龄处男 在GQ访谈上表示 身边的人知道他们是处男以后 会认为他们可怜 孤单 不开心 性方面有点问题 故事FM前段时间就专门做了一个 关于28岁以上处男的故事征集 有不少处男朋友都给我们投了稿 今天的讲述者就是这其中的三位 我叫小鱼 今年29岁 然后现在是一个程序员 我是福建闽南地区的泉州人 大概我26 27左右的时候 意识到我是处男 大家都不是处男 可能大家性格各异 什么性格都有 但是大家到最后都不是处男了 你说性格内向 我好像有比我更内向的 也不是处男了 你说长得不好看 那也有比我长得更不好看的 那人家也那个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只能归结于我的经历 我的性格 包括以前跟朋友聊天 聊到我认识的一些女生 她们听完我的描述之后 她们就会批评我 她说你是不是傻 那人家就是那种表情 就说对你有好感了 我说是吗 我不知道呀 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学妹 她会半夜一两点钟 约我去操场上聊天 我没有想太多 我就觉得说 我作为一个学长 对吧 我要去给学妹解惑了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表现 才算是暗示 你知道吗 别人对我的评价是 怪异 消极 我从小到基本上上学放学 我都是习惯一个人走 我在初中 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学校 我喜欢最后一个走 因为学校那时候放学之后 她会放几首音乐 听音乐 我看着人来人往 大家放学 听完音乐 我在从学校出去 那时候也不会很挤 学校很清净 我会觉得很舒服 很享受 我爸知道这个事的之后 她觉得我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家庭 我们家庭早些年 状况不是很好 就是我父母的那些事 然后她会觉得 是不是我因为这些事 造成什么影响了 就是出轨方面的事 大概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放学回去 我妈来接我 她跟我说 我给你买了个游戏机 然后她就把我带到了 另外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 一个小屋子 过了一会儿 来了一个叔叔 也是我之前见过一两面的 然后她跟我打了个招呼 然后我就自顾自的玩我的游戏机 然后俄罗斯方块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然后玩着玩着 就觉得奇怪 怎么 他们那边没声音呢 也没有说话的声音 而且好像只听到床的声音 就是有节奏的那个震动的声音 回头一看 我就看到 我妈跟那个叔叔 两个人躺在床上 衣服应该是脱掉了 盖着被子 在做那个事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 我那时候什么想法 什么感觉了 因为太久远了 我只是隐约感觉到 好像有某种东西 从我身体里面消失了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会觉得我变得不一样了 算是一种隔阂吗 我不清楚 17年的时候 我外婆去世了 那时候我在外面出差 坐在大巴上 我妈打电话过来说 你外婆走了 正常来说 不是应该悲伤吗 不是应该流泪吗 但是我那时候 没有什么反应 我那时候在考虑 我应该做什么反应 其实我跟我外婆 感情是很好的 初中的时候 我几乎每周 都会抽半天时间 去她那边陪她 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我会觉得 那听到她的那个消息 我不应该感到悲伤吗 为什么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大四的时候 我看了家喵的那本《局外人》 开头那一句 母亲昨天去世了 好像是昨天 读完第一句 我就知道 对 这本书就是我要找的书 一个人的母亲去世了 她居然不记得是昨天 还是前天的事情 为什么她被称为局外人 因为她对所有的事情 甚至对自己 都仿佛是一个课题一样的 去那个她不会投入主观的意识 问题就是 她在我眼里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那时候我开始想说 可能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我也是一个局外人 一方面我强烈地需要别人关注我 理解我 但是另一方面 我始终觉得我跟周围的人存在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 我希望她消除 我希望我能碰到一个人 她有办法消除掉我的这种游离的状态 但是生活当中的经历 一次一次地不断地告诉我 很难 我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人 或者说我不应该抱这样的期望 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我现在都不确定 我到底算不算个处呢 去年的时候 我在跟着我领导在海南的出差 然后他就带我去夜店 酒吧 最后带我去红灯区 就有一天晚上我们喝酒 连着喝了两场 凌晨四点了 我那个领导酒精上来了 他说他要去下一场 然后我就跟着他上了出租车 他坐在副驾驶 就跟那个师傅说 师傅我们连着喝了两场酒了 四点多 我们出来出差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个师傅一下就懂了 那个司机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 对电话那边说 我这边有两个客人 你安排一下 然后就这样开到了一个 比较偏僻的小宾馆 门口坐了一个大叔 那个大叔叫我们上楼去等 我领导开了两个房间 全程都是他在结卡 过了一会儿 就有人敲我的门 我去开门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小姐姐 不算漂亮 但是至少就不会让人产生反感了 就看着挺舒服的一张脸 他就进来问我 你好 我那边已经完事了 那个老板已经完事了 然后我现在要过来给你服务 我说 不是我进去之前不是明确的跟你说 我不需要服务吗 他说没办法 那老板钱都已经付了 我说多少钱 八百 那我就想说 能退吗 这个钱 他说不能 然后我一看没法退 我就很为难 我说那要不算的 你回去吧 我不做 结果变成他倒有点接受不了 他说不行啊 我都收了你的钱 我必须给你提供服务 他就问我 你是有什么思想负担吗 你是不想对不起你女朋友吗 我说没有 我到现在还是个处男 他说那你是有什么思想包袱吗 你有很重的真操官 我说也没有 他说那你有什么抗拒的呢 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都来都来了 是吧你 我听完他这么一说 我觉得好有道理啊 我就想了一会 我说那来吧 可以 他听完之后 站了起来 他就开始脱身上的衣服了 边脱就边问我 你是要开着灯还是关着灯啊 我想了想 我说还是关着灯嘛 他说行 他就关上灯 然后我也开始脱我的衣服 脱完了之后 我就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了 关着灯之后 基本上整个屋子都黑了 我只有窗外走廊上那一点微弱的光透进来 我只能看到他一个人影 他就说我先用嘴帮你吧 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工作 我是想跟他聊两句的 但是我又觉得 他现在没有空说话 过了一会 我也有了一点反应 然后他就坐上来了 进去之后 其实第一反应 所以我已经不是一个处男的 这算破处了吗 你说快感吗 没有 我的体验是下体传来一阵刺痛 我觉得他可能着急回去睡觉 整个动作是比较粗暴的 比较应付式的 很机械的一个动作 我就躺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 就一个黑影在那边运动 我就在思考 现在我在他眼里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工作 我在谈眼里 跟我平时每天都要敲的那台电脑 是一样的 是一种乏味 半时的下体 真正的刺痛感 然后还有一些似有若无的快感 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过程 过了一会 他可能是累了 他就说你自己来试一下吧 我们就翻转了一个方向 他就躺在下面 我在上面 然后我自己就开始我的工作了 当然是很机械的 很生疏的 我忍不住笑 那种笑就是 你在公司年会上 突然间被同事拉到台上去 要你表演个节目 但是你什么才艺都不会的那种 很尴尬 很不知所措 不好意思的那种僵硬的笑 那时候我在运动的时候 他开始身影 可能是他转变得太僵硬了 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是装的 但是我挺感谢他的 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鼓励我 但是因为我意识到 他是假装的 之后我就会觉得 我给他添麻烦了 大概又持续了两三分钟 就是我有点生疏的动作 我还是脑子里面 还是在考虑 我要怎么打开话题 我还是想认识这个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 对彼此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才有办法进行下去 但是又不知道要怎么那个 因为太尴尬了 过了一会儿 他拍了我一下 就有点责怪的意思 他说你不要笑了 可能他觉得说 他明明出于好意 在很努力地去配合我 但是我好像辜负了他的好意 被他这么一拍 我又觉得很对不起他 又过了一会儿 我突然间就把手 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说要不算了吧 我没有射出来 他看了我 差不多一秒还是0.5秒 他突然间就很迅速地爬起来 开灯穿衣服 然后也不说一句话 状态转换的速度之快 走之后 我一直躺在床上 回忆刚才的事情 我觉得最准确的定义 那就是一场真人秀 我在反省 我是不是做得让人家不高兴了 我跟他相处得挺愉快的 他的性格让我挺舒服的 我觉得我们能做朋友 但是他最后走的时候的 那个反应让我有点失落 走之前我跟他握了个手 是我要求的 我说你跟我握个手 那他就把手伸过来 我就握了一下 我不知道处男定义是进去的 还是说要射出来才算的 如果我完成了整个过程 那我可以跟别人说 我已经不是一个处男的 但是我只进行到一半 所以我就思考处男的这个定义 到底是进去的那一瞬间 我就不是了 还是说我射出来那一瞬间 我就不是了 这对我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哲学名题一样的 那一晚经历结束之后 我更加确认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肉体上的欲望这个东西 我自己能解决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尝试 就是说那天晚上对我来说 它不够完整 我准备到30岁的时候 我自己做好准备 我再去尝试一次 对于小鱼来说 自己还是不是处男 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哲学问题 而我们的第二位讲述者 Sam并没有这样的困扰 同样是29岁的他 迄今为止和女生最亲密的肢体接触 就是大学期间在做游戏的时候 拉过身边女生的手 大家好 我叫Sam 我是学英语的 在哈尔滨工作 我现在是从事项目管理的工作 今年29岁了 还是处男吧 但是我觉得吧 其实处男也没什么好丢人的 我们一不偷二不想是吧 对一起人民也对一起党 所以为什么要嘲笑我们呢是吧 男人有时候说是我们没有什么战绩 女人也说我们什么没人爱 但是这个那些不是处男的 你们自己怎么做到呢 心里还没有数吗 不就是靠套路吗 但是吧 作为处男 其实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难过的 我记得是大学刚开学的时候 有一个活动就是手拉手吧 我碰巧就是两边都是女生嘛 其中一个女生其实也不愿拉我的手 她只是把一只袖子伸给我 但是另外一个女生就是把手给我了 比较大方了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和女生接触过 当时我就是 就是我听他们说吧 是我脸上洋溢的这个幸福嘛 是就控制不住的就表现出来 当时他们就笑得不行的 看我那个表情 这是我就第一次和女生接触 后来呢就几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Sam是一个腼腆而又不太自信的男孩 在Sam的价值观里发生性关系 就意味着要和对方以结婚为前提 正式的交往 而在Sam看来 能交到女朋友的前提 要么是足够优秀 长得帅 有车有房 事业有成 要么就是要做一个舔狗 足够不要脸 而不愿意做舔狗也不够优秀 就是他认为自己至今都是处男的原因 我用了很多的社交软件 比如说什么嬷嬷呀 探探的还有什么so啊 但是呢 比如说匹配上女生之后呢 我就发现根本就没有共同话题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聊 聊什么内容 比方说他们可能喜欢某些小鲜肉啊 但是我完全都不感冒这些东西 其实吧 男人就是大多数都是对比如说游戏啦 然后电脑配置啦 军事上的感兴趣吧 我之前看过一视频 就是一个外国的一个男的 和他的女朋友在车里 他的女朋友就问他 你玩那么多军事的游戏 我跟哪个装备比较像啊 然后那个男的说 假如说你现在你就是报二堂克 我现在就要和你求婚 然后这女的说啊 你现在就要跟我求婚是吗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 那请问你是报二堂克吗 我研究生的时候吧 有过一个女生跟我聊的特别好 能聊到后半夜吧 可是后来呢 她就不怎么理我了 后来我的那个室友 她跟我说 这女生吧 在别人面前就说 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男生啊 就说我呗 她还死不了脸的追我 我比较喜欢研究这个 就是跟女生怎么交流嘛 看一些比如说什么 魔鬼约会学 魔鬼搭讪学之类的 这件事就不知道怎么 就被那个女生知道了 然后几乎全班女生都知道了 后来呢 我感觉我就被我们全班女生 给拉黑了 刚才我说的那个魔鬼约会学 魔鬼搭讪学 首先她教你是自信 但是我完全没有自信 我们英语系的女生 其实特别多 感觉这个谈恋爱的机会 就像这个雨点般打过我 但是我都是一度闪过了 首先呢 你也得有钱你知道吗 有钱打扮自己 包装自己第一步这个事 我在这方面可能差一点吧 其次呢 就是这个男人得不要脸 我偏向一个是一个腼腆的人 普通而自信 我觉得是一个贬义词 在我脑海中的印象 是这么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大胖子 他突然走上了那个 健美表演的那个梯台 然后呢 他还特别自信 在那甩甩甩甩自己 所以我做不到普通而自信 只有我特别优秀了 就是某方面真的能拿出手了 这时候我才会真正的自信 我小的时候 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我的妈妈呢 对家里条件不是特别满意 比如说生活当中 遇到一点点小的挫折 她都会生气 哭闹啊 然后打自己啊 自残呢 用脑袋撞墙啊 就像那个泰国鬼片里边的鬼一样 特别的凶猛 然后就没人能控制住他 所以当时我就做出了一个 违背祖宗的原则 如果我没有本事 我一定不要去谈恋爱 我也不要去结婚 因为我知道 我不能去耽误别人 我一定要去负责任 就是给另一半 给他幸福 我认为我家庭的不幸福 其实就是 我爸爸 他的能力上还是有欠缺的 我爸爸是一个工人 他那个厂子也倒闭了 就是效益不好嘛 所以赚的钱也比较少 我就感觉我妈妈 是不是物质了一些 后来我感觉 他不是说 因为家里现在穷 他是感觉 家里会一直穷 所以他才会爆发 很多人都不希望家里催婚 而我呢 却希望家里催婚 因为他们几乎就是把我放养出去了 我都很多年没有回家了 只是说电话联系 他们呢 也觉得我不回家的话 能省不少事 也不用给我做饭了之类的 至于呢 能不能找到女朋友呢 就看我的运气了 但是亲戚呢 可能会给我安排吧 有一次我去亲戚家 就是我的叔叔想给我安排 但是呢 被我的婶婶一个眼色 就是给打消这个念头了 我感觉可能觉得 我经济条件不够好吧 因为现在那年轻人大部分 房子都是家里人买的 我的经济都是靠我自己撑起来的 我也不埋怨他们没有给我买车 没有给我买房 我生活上还是很轻松的 结婚我感觉对我是一个负担 两个人结婚了 女方的工资呢 负责自己的零花呀 买化妆品呢 买衣服呀 然后男方呢 负责房贷呀 车贷呀 就是家里的这个日常的开销 至少我们现在 我们身边结婚之后呢 他都是这个状态的 爱情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个正常人都渴望吧 但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能够 他值得拥有的 他有的人就不配拥有爱情 比如说你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爱情对你来说是一个伤害 我身边大部分的男性朋友 他们也给我介绍过 想给我介绍 但是都被我推辞了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房子嘛 我觉得女生会优先考虑 这个男生有没有房子 才和他交往 所以我还是就是为了面子就 就不选择和他们相亲了 我怕被拒绝嘛 毕业之后吧 就感觉特别焦虑 因为我觉得我工作之后 有钱了就会破除 结果发现呢 我工作之后 就算有钱了 也暂时买不了房子 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晚上就一直睡不着 一直在想为什么别人有女朋友 为什么我就没有呢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赖我吧 我天天很努力地工作 不靠家里的钱来支撑我 后来就想通过嘛 爱情也不是对我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 要不是这个这期节目就提醒我 我甚至都忘记自己这个出男了 都是 人的欲望嘛 很难就是把它摆脱掉嘛 但是后来想一想 有些东西可能比这些更重要 比如说尊严 如果说Sam无法脱单 以至于他无法破处的一大困扰 是因为家里没有给他准备房子车子 那下面这位讲述者的经历 就更让人唏嘘了 闪光今年34岁 29岁的时候 他就迎娶了自己青梅竹马的高中同学 住进了父母为他置办的婚房 但是结婚五年 他依然是一个处男 至今只有过两次结婚的体验 一次是在求婚现场 一次是在结婚现场 至今他也只见过一次 他妻子的裸体 是妻子洗澡的时候 他故意闯入浴室的时候 为了保护讲述者的隐私 我们给闪光做了变身处理 我叫闪光 今年34岁 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国家机关工作 我是2016年结的婚 到现在已经是五年了 但是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 我这个到现在为止 还是大家口中的主男 实际上这个故事也挺简单 就是高中同班 大学同校 然后直男不太会追人 老师觉得呀 就是说日久见人心嘛 我只要坚持得住 多当一段时间舔狗 那总会是保得美人归的 我的性格就是 讨好型人格 加上骨子里还有一点雀怒吧 是什么原因想追他呢 当时是就是觉得上大学了 是不是要他个恋爱呀 其实他属于那种乖乖女类型的 比较乖巧 比较传统那种 我比较喜欢那种的 比较安静 他属于有点像那种吉德明布那种 就是圆脸 然后眼睛比较大 有点婴儿肥 我可能在就感情上 有点那种理想主义吧 可能是是不是小的时候 看《球眼圈》的那个影响 就感觉就是一个男的 对一个女的痴情一片 最后终生眷属 感觉特别浪漫 大学的时候有那个选修课嘛 就跟他选一样的选修课 然后每次选修课的时候 变着花样给他带点零食什么的 然后周末的时候约他去玩 当然他不出来 不出来没关系 但每次周末的时候 我还都会约他 坚持着约他 反正大学追了三年是没成 他大学四年他也都是单身 大学毕业之后 两个人又各自考研考了一年 后来那个研究生呢 那一年也没有考上 毕业第二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找工作了 在一二年的时候 我考上了公务员 他是考上了我们这个 家乡城市的事业辩 然后一四年的时候 我就被戒掉到 现在这个单位帮忙 我现在这个单位和他和我老婆的单位 是在一个大楼上 这样一下子就平时见面的机会有了很多 我当时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我觉得 这是不是缘分 我想我再试试 后来就再追他 追了有两年吧 一四年的下半年 我把他约出来 七八月份 我约出来 就跟他表白了吗 我说我现在追你还行吗 那以结婚为目的 谈个恋爱可以吧 他听到的时候 就玩耳一笑 就说行啊 一六年的三月份 我们去等得及 相处就是 就像正常情侣一样 吃饭 看电影 逛街 但是那种亲密关系 没有 甚至说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我每次表达出这种 接吻啊 夫妻生活这种 要求的时候 他都会就是说 走开走开走开 有病啊 神经病啊 除了拉手以为 真的没有别的了 到现在为止 就只有在婚礼上 结果 说于是那种 讨好性人格嘛 不想和别人起冲突 我会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到后来就是 懒得再提这种要求了 我们俩商量 什么时候去登记这个事 我说咱们都要登记了 咱们都订婚了 是不是先去 试一下这个性生活 跟他提了有三次吧 他都没答应 他就是说 非得就等到 就是结婚以后 当时的时候 我也有点疑惑 我说你现在 怎么拒绝我 有没有可能 以结婚为一个 时间节点 一下子这个人 转变的那么大 原来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行 现在就什么都行 我当时也很害怕 就是说 结婚之后 完全过成了 无性婚姻 登记的前一天 我说 明天咱就登记了 今天晚上 咱能不能 发生关系 他还是拒绝 当天晚上 我挺生气的 我就说 要么今天晚上 咱们发生关系 要么明天 我们不登记 叫后来 他也没答应 然后第二天 到那个 我们约定的 登记的时间 然后我们又去 找他 然后他 给我发信息 他说还登记 我说 我都说了 我说 要么发生关系 要么今天 我不去登记 他就说 你思考问题 那么幼稚吗 你就发生关系 就成了登记的 一个必要条件了 你就不能 包容包容我 我就觉得 我这个 爱情理想的 这个执念太重 心一软 两个人去登了记了 登了记之后 也一直没有发生关系 他又借口说 是要等到 办了婚礼之后 婚礼当天 其实还是挺高兴的 所有的人都在 都知道 你们俩 同学 校友 是吧 认识了很长时间 男的 追了很长时间 然后终于追到手 大家都觉得 这个故事好浪漫 到了晚上 回去的时候 我又跟他说 我说 我现在能不能闻你 他不愿意 当时累 我当时的时候 我没理他 我开始 就对他动手动脚 摸他的敏感部位 他就一把把我手甩开了 他说睡觉 休息 我当时我心一凉 我说坏了 有可能我真要过那种 无性婚姻了吗 之前的时候 跟他求婚的时候 我精心布置了一个 求婚的一个现场 提前就找了一家 那个珠宝店 珠宝店的那个背景音乐 哗一下响起来了 歌一响 花一拿 让他一先意识到了 嗯 他变得挺高兴 当时的时候 我们接了一次吻 可能是那个气氛 红脱之下 我觉得那个吻还挺好的 那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接吻 就是在婚礼上了 那两次接吻 他挺高兴的 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 他这种高兴 是满意那种场景 他不是满意我这个人 他如果满意我这个人的话 还用得着什么 鲜花掌声吗 在书音底下 在没人的地方 两个人偷偷地接吻 那才是对我这个人满意啊 结婚以后 接着就是 去日本读蜜月 去日本的时候 我也提出要求来过 他就说 哎呀旅游特别累 我当时挺生气的 我和他发脾气了 我说 他俩下代正式夫妻了 你不会考虑 我这么多年 对你的付出 对我就一点感觉没有吗 他不说话 但是他不说话 那个态度 我就感觉就是默认的 他实际上 对我没什么感觉 当时我真是 也气得失去理智了 我说 我今天就强硬一把 我就硬把这事给办了 他就说 如果你要敢 这个样的话 我就跟你离婚 我就想 这时候双方父母 都那么高兴 我们刚刚结婚 真要是闹成这个样 就在这么一个 三线小城市 这种八卦消息 传得就很快啊 到时候我们 怎么见人呢 后来我就想 算了吧 忍一时风平浪静 以后拿出点 男子汉的担当来 是吧 多多多家务 相处相处 产生感情之后 一切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之前那种 封建婚姻 男女之间都没见着面 结婚之后过一阵 那别过成真实夫妻了吗 但是后来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们俩之间就是什么呢 符合婚姻的一切外观条件 房子 车子 稳定的生活 两个失灵男女 都像是那种 安安安安过日子的人 从外观上看来 特别适合在一起 但两个人之间就 就是缺少那种 男女之间的那种激情 然后两个人之间 在一块就会特别尴尬 他老是对这个兴致方面吧 没有兴趣 老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二一个就是 我在他眼里 缺少那种男性魅力 他可能是比较注重颜值这一块 他特别喜欢谁呢 特别喜欢台旭坤 当时的时候 我的长相和身材 还没走行人的时候 他还是比较接受我的 我感觉当时我们 我们这个进展还挺顺利的 结果就是在这时间不久之后 我就被我们同系统的上级单位 借掉过去帮忙 就这半年 一下子碰了三十多斤 我就很明显地感觉到 随着我这个 长相和身材走样 他对我的这个感情就越来越淡 我现在在不断地就是健身 我想在恢复之前的那个颜值在试试 如果时代不行的话 再理 这个时间节点 我给自己放到三十五岁 他也没有别的那个迹象啊 如果是同性恋的话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台旭坤呢 他跟别的男人 跟别的女人也没这种迹象 平时的时候我经常开玩笑时 摸他的身体 摸他的乳房 摸他的大腿 他的屁股 有的时候还摸他的敏感部位 但是他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 拼命地就是走开 走开走开 把我手甩开 就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时 他在洗澡 我偷偷地进去 我偷偷地进去 然后他就说 你干嘛 走开我洗澡呢 然后我又怼出来 就只有那一次 有一阵我给他赌气的 我在家我就不穿衣服 对就完全不穿 我就不穿衣服 都服气了 你就看还不行吗 看多了以后 习惯了以后 两个人是不是就带一块了 现在想想也是幼稚 就当时我那两百多斤身材 越看越恶心 他就眼神就逼着我 他说你有病啊 你在家穿件衣服不行啊 你起码把内裤穿上吧 我说就不 我和我老婆考的那个大学 是我们最好的大学 就是我们两个家庭 就把我们当作那个 学习机器来培养的 就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让你接触 一旦有这种什么 谈恋爱的这种 电视剧里 谈恋爱的这种情节 这种镜头 上一边给我拿那个什么剑 现在想想 这就是属于是什么呢 就是性教育和人际交往 教育的一种缺失 谷歌的数据科学家赛斯 在做了谷歌搜索的记录分析之后 发现 无性婚姻这个关键词 搜索次数 比不性婚姻高出3.5倍 比无爱婚姻要高出8倍 由此可见 全世界各地受无性婚姻困扰的 远远不止闪光一个人 我们这个无性婚姻的相处 不像那个电视上描述的 那么苦大仇深 实际上就是除了没有性生活之外 其他的和正常的夫妻一个样 一块做饭 做家务 然后洗衣服 周末的时候见双方父母 我觉得他有点性冷感 之前的时候我想找他 我说咱不行去看看心理医生 好吗 他好像对这方面特别抗拒 我们俩之间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 其他的在表面上看 和正常的夫妻一样 你说是摄友也不准确 就比如说他生病的时候 我带他去医院 他也像正常的男女朋友 还有夫妻一样 他靠在我身上 我如果带他去逛街的话 他也会主动挽我胳膊 拉我手 你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我们俩是一个无性婚姻的夫妻 我有的时候他跟我逛街 或者说表现出来这种 夫妻之间的这种行为动作 我还抱有希望的 我晚上我问问他 我说今天晚上我去你房里睡吧 然后他又是那个 走开走开走开 一边去一边去 我觉得婚内出轨 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如果说他对我的这种 性要求的拒绝 是一个错误的话 我不能用一个错误 去弥补另一个错误 性这个东西 它不仅仅是快感 这个无性对我最大的伤害 是对我的一种否定 我白天在单位 领导怎么骂我 我都得自己戴着面具去承受 然后我回家 面对他的时候 我又得戴着另一个面具 去承受他的这种 对性方面的拒绝 而且大家一块坐下来聊天的时候 人家都说 我家那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在聊孩子的时候 我根本插不进去嘴 而且人家在聊这种 两性之间的话题的时候 我有一种本能的意识 我离开这个探讨的人群 我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自卑 自己一个人晚上睡觉之前 晚上睡觉之前 尤其是在有的时候 自己自卑完事之后 就是感觉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个城市 四百多万人 可能受这种无性婚姻 折磨得不止我一个 但为什么 为什么要多我一个呢 为什么我就到 今天这部田地呢 这是为什么呢 自己问自己 然后问着问着就睡着了 反正起来以后 又是一天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书的 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王静远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另外也要感谢本期节目的 特约插画师戴贤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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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